大家好,这里是趣味手作 本期视频我们来学习熊猫手机包的编织 这款包包呢,我们一共有两个部分 前面的头部是作为零钱区或者杂物区 后面身体部分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份手机或者钥匙一些其他物件 包包的起针以及夹针主体和头部都是一样的 编织的方法也一样 仅仅就是包身手机部分的伸直长度比较长 不加不减的勾的圈数比较多 然后头部这一块的话就是不加不减勾的圈数少一些 整体方法都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只演示一部分 剩下的话大家不加不减的部分自己完成 我们先来学习主体 主体呢,我们需要双骨编织 然后我们拿出线的时候可以从线材的中间 我们把线的一头掏出来 另外一团线也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从里面掏出线 好,两根线合为一根 双骨来编织 我们来看一下手势 右手拿线 左手手手心朝上 右手持线 从小指和无名指中间顺着手心的方向 穿过 食指下方 搭在食指上方 然后中指和拇指按住 然后中指和拇指按住 包包的主体 我们起针是辫子起针 右手拿钩针 钩针从线材下方 绕线 顶着这个线 然后我们绕一下 也就相当于在钩针上 这个线圈绕在钩针上 我们再来看一遍 从线的下方 往前顶线 然后 钩针头下绕 上来 左手的拇指按住 交叉线交叉的这个地方 然后 钩针绕线 挂线 从线圈里 把线掏出 然后拉紧 这样我们就 相当于打了一个结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方法 有点难学不会的话 我们可以 直接手指绕线 右手 食指上 我们把这个线 绕半圈 交叉 退下线圈 然后 把这个线 从线圈里掏出来 打一个活结 挂在钩针上面 然后再把线拉紧 这个线圈 不用拉得特别紧啊 钩针可以在 线圈里来回伸缩的 这种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开始起针 我们一共起十个辫子 钩针上现在挂着的这一针 不算一针 钩针下压绕线 拉线出来 开始击针数 一针 第一针钩好之后 我们拿一个记号别扣 在辫子针 V字形下面的这一根辫子 直接挂上记号别扣 这里是第一针 继续绕线 拉线出来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十个辫子 勾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回到倒数第二针 这里是第十针 对吧 然后我们再倒数第二针 这里 勾针 插针 在辫子针中间 朝下方插针 条上面的一根线 然后把线拉出来 我们先勾一个短针 拿出记号别扣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对应的辫子针里 做上记号 这里是第一针 也是一圈结束之后 需要引拔的位置 继续我们到第二个辫子里 也就是刚才勾好的这个短针 左侧的 针目里 插针 先拉出 绕线 两针一起掏出 这就是短针的勾法 继续 第三针 插针 拉线 绕线 两针一起并出 已经勾三针了 我们要连着勾八针 一针里面勾一针 勾八针 八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剩最后这一针了 我们要在最后这一针里连续勾三个短针 勾针插针 一针 继续还在这个洞里 两针 三针 最后这一针连续勾了三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我们把其针的这个线 可以给它往侧面的这边 给它拉一下 拉过来 记号别扣呢 可以先不取 看一下啊 因为刚才我们在最后这一针里 已经连续勾了三针了 我们接下来要回到倒数第二针 也就是挂着记号别扣的前一针目里 在这里开始插针勾 那两边 我们是共用一个动眼 也就是刚才我们这一边 勾短针的插针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要勾的这一面 每一针的插针位置都是对应的 我们先找好第二针 也就是刚记号别扣的前一针 这里我们插针 然后把其针的这个线 给它搭在勾针上方 拉过来 拉紧 找好位置之后呢 取下记号别扣 这个线拉紧 我们要藏线头 中指摁住 把线掏出 我们勾七个短针 那七个短针的话 是每一针里勾一针 一针里勾一针连续勾七针 我们不是这一针勾一针以后 我们到下一针里 再勾一针 两针 一边勾一边藏线头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呢 给它修剪掉了 那现在呢 又到最后一针了 我们要在最后这一针里 连续勾上两个短针 插针 一针 两针 勾完之后呢 我们到第一针里 插针引拔 看一下引拔针的方法 勾针插针 把线拉出来 带线直接穿过后面的线圈 然后线上下 给它拉紧 这样我们第一圈呢 就完成了 第一圈 一共的圈数是20针 大家可以自己核对一下针数 我们接下来第二圈的话 是需要加针的 加针的位置都是两边 也就是两头的 这个位置加针 中间都是不加不减来勾的 第一圈我们是 两边是一针里面 各三针 各勾了三个短针 那中间不加不减是七个短针 第二圈的话 我们只在两头加针 看一下方法 先勾一个辫子起立针 我们根据图纸 第二圈的一个规律 第一针是一个V V的话代表是两个短针 也就是加针 那我们在第一针里 连续勾两个短针 先插针 取下记号别扣 我们先勾第一个短针之后呢 做上记号 继续 我们还在同一个针里 勾第二个短针 接下来就是中间的 不加不减 七个短针 好 现在回到这个 转角的三针了 这三针 我们分别一针里面勾两针 连续的三主加针 第二针里 两针 第三针里 两针 三主加针勾完之后 我们中间七针 不加不减 最后两针 就是两主加针 一针里面勾两针 最后里 最后一针 勾两个短针 好 如果新手害怕自己 记不住针数的话 我们可以在最后这一针 勾完之后呢 挂上记号别扣 这样的话 就是第一针 是起始位置 起针位置 就是开始勾的第一针 然后一直到最后 我们割完记号别扣这一针之后 意味着我们这一整圈呢 就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第一针里 插针引拔 这一圈呢 我们一共是26针 大家核对一下针数 我们来看第三圈 第三圈的两边的加针规律是 隔一针加一针 中间继续不加不减的 七针 辫子起离针 我们在第一针里插针 第一针勾一针 勾完之后做记号 第二针两针 然后中间不加不减 七针 那我们到左边这一头加针区了 这一边的规律是 一二一二一二连着三组的加针 一二一二一二 大家按照这个规律跟着来勾 先勾一个一针 下一针里两针 第三针里一针 第四针两针 第五针一针 一六针两针 三组加针勾完之后 七针不加不减 最后的四针 我们分别是两组加针 一二一二 最后这一针是两针 最后一针够完 一定要挂上记号别扣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第一针里插针引拔 第三圈结束之后 针数是三十二针 大家核对一下针数 我们来看第四圈 一个辫子起离针 我们每一圈开始 都要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短针的一个起离针 这个是短针的一个起离针高度 第四圈的加针规律是 一针两针一针 好大家看一下操作 我们先在第一针里够一针 做上记号 然后第二针是两针 第三针一针 前三针为一组加针 割完之后 我们七针不加不减 七针不加不减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左边的三组加针 加针的规律是一二一为一组 继续一二一第二组 第三组一二一 好看一下方法 我们先勾一个一针 然后在第二针里勾两针 第三针一针 这是一组 然后第四针里一针 第五针里两针 第六针里一针 这是第二组 第三组 第七针里一针 第八针里两针 第九针一针 好这样三组加针完成 完成之后我们勾七 七针不加不减 接下来还剩六针 我们来完成最后两组的加针 一二一 一二一 一针 第二针里勾两针 第三针里一针 继续 第四针里一针 第五针里两针 最后一针里一针 拐回记号别扣 在第一针里插针引拔 第四圈呢完成之后呢 一共是三十八针 大家自行核对一下针数 那第四圈完成之后呢 我们整体的加针的一个 针数就完成了 我们最后定格针数就是三十八针 包包的主体 以及头部的杂物区这里 都是前面四圈加针 从第五圈开始 就是不加不减的 勾三十八针往上来勾 头部的部分一共是勾十二圈 就是从第一圈开始 一共的圈数是十二圈 然后包包的话 我们一共是勾了二十一圈 包包一共是勾了二十六圈 不好意思啊 就是这个包的手机部分 这里是勾了二十六圈 那这个二十六圈取决于 你这个手机的一个长度 我这里是一个华为的手机 这个长度放进去 也就是刚刚好的 如果说你们苹果手机 会比这短一点的话 那也是完全足够可以用的 这个高度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调节 我们现在从第五圈开始 就是不加不减往上来勾 每一圈开始都要勾一个奇迪针 一圈结束后呢 是需要引拔的 新手的话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咱们勾完以后 一定要做上记号 下面的话 我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按照 不加不减 就是我们一针里边勾一针 针数无变 这个方法呢 去把剩下的圈数给完成 头部和包包 我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仅仅就是圈数不一样 所以说后面的话 你们现在不管是勾包的主体 或者是头部都可以 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勾出身体和头部的两片 最后的话 我们来讲缝合 包包的主体勾完以后 我们不需要留长线 然后头部勾完之后呢 需要留长线 留着缝合的 待会我勾完之后呢 给大家说一下 怎样去处理这个线头 我现在呢 脸部的12圈呢 已经勾好了 那如果大家现在勾的是脸部12圈 我们就可以把它断线了 引拔之后 把线绳拉长 然后把这个线 缝合的线可以多留一点 因为我们最后要和包包的主体 要缝出 这半 等于说是包包对折之后 这半条线 18帧都是需要缝合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线呢 多拉一点 多留一点 够缝合 然后在这里断线就可以了 断线之后 把这个线抽出来 把这个线这样抽出来 如果我们现在勾的是主体啊 因为主体和头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是高度不一样 主体勾完26圈之后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去 处理这个线绳 好 26圈主体勾完之后 我们不用引拔 直接把这个线拉长 然后断线 就留个七八厘米左右样子 断线 整个线抽出来 穿上手缝针 在第一针 引拔指 就是我们第一针这个位置 短针第一针辫子针里 横着 手缝针横着穿进去 先拉紧 拉紧 让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连在一起 这是刚才我们穿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后面的这一针 隔掉 在第三针这里 这是第一针 我们刚才插针的位置 第二针 第三针 从第三针这里 下针 辫子针中间下针 然后 插入 旁边的 就是从上面往下 直接带到旁边的这根线的侧面 这里可以看是一根两根三根四根 我们一下插入了四根线 从上往下插进去 把线拉出来 拉紧 这样来进行一个连接 在里面 我们手缝针挑一个线圈 插针 然后把正缝着的这个线 在前面绕一圈 拉紧 好 剩下 把线圈 藏一下 就是手缝针 穿到这个线圈里 把剩下的线 给它藏几针 我们可以来回的藏 断线 这个是包包主体 最后线圣的一个处理 好 这样侧面看的话 就是没有接口 好了 主体够完之后呢 我们来做配件 我们要勾出 两只耳朵 然后四条 就是 它这个四肢啊 我们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共勾出四个 然后耳朵的话 勾出两个 眼睛勾出两个 后面的尾巴的话 我们是现成的毛球 到时候缝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拿出黑色的线 线团的话 我们从外面找出一根 毛线团的外面 有一根线 然后从里面中间 拉出另外一头 我们也是双骨来编织的 耳朵和四肢都是双骨编织 我们需要用到的是 环形起针 我们在 左手的十指上 绕上两圈 然后退下线圈 一共是绕两圈 左手拿好线之后呢 中指和拇指 摁住线圈的接口 这个时候勾针呢 要从大线圈的中间 插针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这里 我拿的黑色的线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我们直接插到大洞里 不要中间这个勾针带线了 就是哪怕是带了一股线也不行 我们是直接从大洞里插针 从后方把这个 线给掏出来 然后勾一个锁针固定 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大洞里 勾六个短针 插针 把线拉出 绕线 一次性掏出两个线圈 勾好一个短针之后呢 先做记号 继续 第二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第六针 勾完 也做一个记号 下面把线圈拉大一些 放下钩针 我们来收中间的线圈 我们找到起针的这个短线头 看一下 这个短线头呢 是在两个线绳的中间 好 短线头是在两个线绳中间 我们现在拉最下面的这一根 从左往上提 因为是双骨编织的 所以说我们这两根线呢 就按常理说就算一根了 双骨编织的 我们提往上提下面的这一根线 从左往上 稍微湿点近 中间的这个线圈呢 是在慢慢的收紧的 好 最后去拽这个短线头 把下面拉出来的这个线 再给它拉进去 然后拉紧 这样中间的大洞呢 我们就收小了 这个时候挂回钩针 我们在第一针里插针引拔 直接带线穿过后面的线圈 这是第一圈 好 耳朵第二圈我们要加针 要把这六针呢 变成十二针 每一针里勾两个短针 先勾一个起立针 我们在第一针里插针 勾一个短针之后呢 先做记号 继续 还在第一针里 再勾第二个短针 第二针里两个短针 第三针 两个短针 这一圈就是每一针里勾两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十二针 中间起针的这个线头 我们可以给它修剪一下 合对好帧数之后呢 我们插针引拔 那接下来的三四五 这三圈我们就不加不减的 勾十二针 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新手建议都做好记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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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圈之后 我们留长线 留做缝合 这个线多留一点 断线 然后把线掏出 拉紧 我们接下来来看四肢的勾反 同样是双骨线 环形起针 我们勾六个短针 收线圈 中间的线圈 线绳分开 找到最下面的这一根 我们从左往上踢 然后拉短线头 第一圈结束六针 第二圈我们要加针 我们隔一针 加一针 规律是一二一二一二 在一个起立针 第一针里先勾一针 第二针里勾两针 第三针一针 第四针两针 第五针一针 最后一针两针 这一圈完成之后呢 一共是九针 我们在第一针里插针一针 第三圈 第四圈我们不加不减的勾两圈 九针 新手继续第一针和最后一针 做上记号 三针 兩针 Gre fit 一针 真 三针 七针 problems 其实 谢谢大家 四圈结束 拉长 留长线 缝合 线上拉紧 好这里我们需要把耳朵和四肢的这个织片对折 然后先把上面的最后的这一圈位置进行缝合一下 这个时候穿上手缝针 把织片对折 对折之后 我们顺着每一针的对应的针目里插针插透 把上面的织片我们进行对折缝合 好 缝合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放在旁边备用 我们到最后进行整体的缝合 包括耳朵这一块也是需要我们给它对折缝合的 对折缝合的 我们把两只耳朵和四个 这个腿给它缝合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眼睛的勾法 眼睛我们需要换勾针 那工具包里给大家准备有这个双头勾针 我们用粗的这一套 也就是4-0这一套 眼睛我们需要单骨编织 我们拿一根线 我们辫子起针 先打一个活结 挂在勾针上面 拉紧 我们一共起5个辫子 勾针绕线 拉线出来开始几帧数 一帧 在第一帧上做一个记号 挂上记号别扣就可以 继续 两帧 三帧 四帧 五帧 好 五个辫子勾好之后呢 我们倒数第二帧里 也就是 隔过第五帧 在第四帧里 从上往下的话 就是在第四帧里 插针 勾一个短帧 那这里是黑色的线 可能大家看得不太清楚啊 你们按实际操作起来 就是按照这个 跟着一块操作 第一帧勾完之后 做上记号 然后我们到 刚才勾好的第一帧 左边的这个动力 也就是下一个动力 我们勾一个短帧 现在已经勾了两帧了 勾针绕线 这个时候我们要勾中长帧 看一下 勾针绕线 先搭一个线圈 到下一帧里 插针 把线拉出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勾针绕线 带线一次性 从三个线圈里 把线拉出来 这样我们就勾好了 一个中长帧 好 继续勾针绕线 我们到最后这一帧里 也就是挂了记号别扣的 这个最后一帧里 我们连续勾五个中长帧 在这一个洞里 勾五个中长帧 看一下方法 我们在最后这一帧里 插针 把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 一次性串出三个线圈 勾中长帧之前呢 勾针一定要先绕线 然后再插针 把线掏出 三个线圈绕线 一次性拉出 好 我们现在已经勾两个了 然后再继续 还在这个洞里勾第三个中长帧 第四个 第五个 勾完之后 我们回到了 要勾另外一侧 把线拉紧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最后这一帧 记号别扣的前一帧里 我们插针 咱们和勾主体是一样的 插针之前 我们先勾针绕线 因为我们要勾一个中长帧 在记号别扣的前一个洞里 找到之后插针 插进针之后呢 记号别扣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把起针的这个线 给它拉过来 搭在勾针上方 我们要藏线头 勾针拉线出来 勾一个中长帧 然后现在还剩两帧 我们要到下一帧里 勾一个短帧 插针勾一个短帧 然后在最后这一帧里 插针勾两个短帧 一帧 同一个洞里 勾两个短帧 两帧 勾完之后 我们在第一帧 记号别扣这个洞里 插针引吧 这一圈完成之后 大家数一下帧数 一共是12帧 看一下对不对 我们来看第二圈 先勾一个辫子起立帧 在第一帧里 先勾一帧 我们第二圈是连着勾三帧 123 前三帧 我们就勾三个短帧 第一帧勾完 做记号 然后第二帧里勾一帧 第三帧里勾一帧 好 接下来的 45678 这五帧 我们要勾 五主的加帧 就是每一帧里勾两帧 第四帧里勾两帧 第五帧里勾两帧 第六帧里 两帧 第七帧里 两帧 第八帧里 勾两帧 好 连续五主加帧之后呢 我们再勾 三个短帧 一 二 三 好 三个短帧勾完之后 我们还剩最后一帧 那最后这一帧里勾两个短帧 一 二 勾完之后 我们就到第一帧里 插针一帮 这样我们这个眼睛呢 就勾好了 眼睛一共勾两 两片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 再勾出第二支 勾完之后 直接把线身拉长 然后我们要留做缝合 眼睛 我们要留线 缝一整圈的 所以说可以稍微长一点 先抽出来 这个线头呢 可以给它剪断了 这个时候 我们再用勾针啊 从反面 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我们从后面往上插针进来 把刚才断线的这个线 给它拉到下面去 带到反面来 这样方便我们后期去缝合 这样的话 我们所有的配件 我们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眼睛的贴片 以及眼白部分的缝合的方法 我们拿出工具包里 准备好的这一小结胶棒 然后拿出大火机 给胶棒加热 然后使胶棒有这种微微的融化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不要烧的 往下掉的那种容易伤手 然后我们拿出眼睛的贴片 在背面 涂上胶棒 涂一点之后呢 我们的眼睛 是粘在这个眼睛贴片之物的宽 宽的这一面 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窄头 窄头朝上 宽的朝下 然后我们贴在窄的这一头 一定要记住 刚才说错了 窄的这一头 贴在这个位置 就是比较靠上一点的 就是我们第一圈起针的 第一针的这个位置 贴上去 一定要按住 然后我们在粘的时候 一定要快速的贴上去 要不然它都干掉了 粘上去之后按压一会儿 眼睛粘好之后 我们拿出一节白色的线 拿出手风针 穿入手风针 我们给它缝一圈 白色 从后往上插针 那这个白色的这个 这个线的粗细哈 如果说你们想要白色明显一些的话 我们就用一整根线来完成 那如果想说稍微细一点的话 我这里是用的 两股线 两股线来完成的 那我这里还是用两股吧 你们不管是用两股三股 或者是还是用这个主体的五股线 都是可以的 我们把线 给它分开 给它分开 两股线 你们缝的时候呢 要尽量的稍微往外来一点 要不然的话缝进去就是不太明显了 我们沿着眼睛这个贴片 这一圈给它缝合 但是你不能这样直接绕上去 绕上去的话它容易掉 就是你隔一个 就是缝 以一定的距离这样缝过来 然后到这个位置我们就下针 好 一截这样给它下针过来 然后慢慢的 再从下面 这个位置上针 然后就是缝一个虚线 最后我们把这个虚线填实 尽量让它有一个圆的这个弧度 所以我们把这个虚线设计划 感谢观看 最后去缝中间空掉的这个虚线部分 我们可以在 因为你这是用的是两根线 所以说你在下一个插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插到两根线的中间 然后我们可以插到两根线的中间 然后我们可以插到两根线的中间 下一个插针的时候 也是可以把它插到两根线的中间 然后我们可以插到两根线的中间 好 这样就给它缝出来这个眼白部分 那最后的话 就是两个线头 我们在后面打一个结 打一定要打个死结 然后断线 然后断线 好了这样我们把眼睛做好之后 最后我们来进行缝合 主体以及配件的缝合 但是我们把它插到三根线 还是可以插到一根线 成绩了